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干净事件 这里是文化事业频道 我是李方 我们今天还是来聊有关人际关系方面的话题 古人云 万恶 银为首 此银并非银荡之意 而是过度地放纵的意思 《道德经》认为呢 过度它就是一切恶的形成 淫过必有祸 欲重必有灾 为人处事一定要有分寸 有三个欲望 如果太过了就容易招致祸端了 哪三个欲望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写道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天底下的人整日的奔忙 不过就是为了利益而来 逐利是人的本性 本无可厚非 然而呢 如果太过贪婪 必作茧自负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当官怕官丢了 有钱怕钱散了 人越有什么就害怕失去什么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家越活越小心翼翼了 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一无所有 就是我们常见的那样 你地位越高权力越大 你就越要低调 越束缚自己 因为一不错就会不不错 反而那些简单一无所有的人 还过得比较坦然 比较快乐 不是吗 人活着太过贪婪就容易迷失了自我 看看那些曾经犯了错的高官 他们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 他们还缺什么呢 在人们眼里 他们应该是没有什么不能满足的了 可是我们要明白 人心不足 舌吞向 他们想要的会更多 欲望迷住了他们的眼睛 更迷住了他们的心 这样的人就会被欲望束缚着 你说他们又怎么会快乐呢 钱财乃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何苦太过贪婪 若掉入贪婪的陷阱 让自己无法自拔 那就得不偿失了 第二 太过自私 反吃大亏 有人说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呀 这句话是对人性自私极端的描述 然而自私却是一个极大的陷阱 自以为聪明的人才会以为 无私是傻子才会干的事 有智慧的人早就看透了 无私吃的是眼前亏 是小亏 讨的是日后的大便宜 大便宜就是大福气了 所谓物极必反 做人太过自私 不是给自己开路 而是给自己断路啊 自私其实呢 是让自己逐步地远离人群 当所有人都知道 你只为自己着想 又有多少人愿意与你继续合作 做你的朋友呢 又有多少人愿意与你交心呢 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孤家寡人 第三 太过嫉妒恩将仇报 古人说心怀污染 不喜他容 顾名为妓 妒忌是一把刀 不是插进别人的心里 就是插在自己的身上 有些人天生善妒 见不得别人好 有时甚至恩将仇报 雍正年间有个白太官 被誉为江南八侠之一 他成名之后 因故离家多年 一直四海为家 有一年他回到家乡 因时隔已久 已经不认识回家的路了 他便问起了旁边练功的小孩 小孩爽朗告知 他回神一看 不觉惊出一身冷汗 只见小孩掌风所到之处 火光似箭 白太官心想 小小年纪功力如此惊人 长大以后肯定会超过我 于是在强烈的妒忌心的驱使之下 他一掌将小孩打死 小孩在断气前只说了一句话 白太官只觉得五雷轰顶 懊悔无极 他说 我爹爹白太官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其实任何人都能变得狠毒 只要他尝试过什么叫嫉妒 就像一个人嫉妒另一个人 就恨不得变成世人的兽 这是人性当中最阴暗 最愚蠢的一面 人生在世 最重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看到别人好 切不可心怀嫉妒 要知恩图报 用一颗包容的心 去爱世间的一切 道德经有云 寒德之后 彼于赤子 内心白臂无瑕 如同刚刚出生的婴儿一般 赤称纯洁 坦称干净 人生之处 本就纯洁无瑕 是太多的欲贺难填 才导致了人生悲剧 其实人的一生 不需要大富大贵 开开心心就好了 往后的余生擦亮眼睛 加强自律 躲过这些欲望的陷阱 那便是福气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喜欢 请记得分享给您的朋友 好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